好 回到第四次的Bear的晚報 這個是WFC的女子 女子? 女子 UFC的比賽 首先大家的焦點一定是放在左邊 中國選手上 但其實右邊 不知道哪裏的國家 女選手 都是不缺乏的 都是非常壯石的 但壯石是一件事 你想這個是女人 男女亂立戰 不要這樣 老實說 不漂亮的女人 粗到沒什麼身材也好 都不是這樣的 不像那樣 這樣也行 寬寬同同 跑步 又是想找一些女人來搞 還是有人打得男性賀爾蒙太多 好了 今天中國外交部宣布 我們偉大祖國 將會對美國十二家軍工企業 以及相關的十二家公司 十個高級管理人員 採取反制措施 我看看是甚麼事 這個反制措施包括凍結企業 在中國境內的動產和不動產 以及其他各類財產 而對於他們的高級管理人員 就不會給他們簽證 以及不准他們入境 包括澳門和香港 大家看 OK 好了 外交部說 一段時間以來 美國無視中方在烏克蘭拉機上的客觀公正立場 以及見設性的作用 我真的不知道怎麼說 剛剛才紅地毯 據網民說 不是我說 是全北京的紅地毯都賣光了 他真的寬鬆這個普京 不是寬鬆 是歡迎這個普京 OK 那麼究竟你有多少 建設性的作用呢 建設性的作用就是還在打 普京仍然在打 黃河和澳河河三年來 所以 所謂摄及俄羅斯因素 唯有 於是對多家 中國實體實施非法的單邊制裁 大搞單邊霸凌 以及經濟脅迫 嚴重侵犯了中方企业 機構和個人正當合法的權益 同時你又反而向台灣地區出售武器 嚴重違反一個中國的原則 以及中美三個聯合公共規定 嚴重干預中國內政 嚴重損害中國主權和領土完整 所以依據中華人民共和國 反外國制裁法的第3、4、5、6、9和第15條規定 決定對12間軍工企業和10名高級人員 採取反制措施 措施在5月22日,即是今天開始 有什麼公司呢? 你們都不認識的 儘管說一、兩間 什麼標槍合資公司 諾克希德馬丁導彈和火箱公司等等 還有其他高級主管 嚇死人 真是問心惡句 我不是想說這些很抑壓制成員 我在英國和網友做節目 問心惡句 你究竟是想什麼呢? 由day one開始 為何你要先支持俄羅斯呢? 哦 因為你覺得跟你有相同之處? 即使是這樣 即使台海局勢 其實你沒有需要支持他 甚至乎你再簡單地說 難道你覺得他會支持你? 看一招 還是覺得我們這個陣型 即是一個都不能少 一定要為主 而結果你將會面對什麼呢? 對這十二間 軍企業或這十個管理人員來說 他們是否會害怕 我不知道 但首先我們先害怕 你看看香港現在 唉 不過幸好 我不知道 看看 這個外交部 今天公佈 我們看看 香港會不會有人出來 多些 這一陣子 有沒有發覺 特區政府 少了對於這些外交事宜 去作聲 你們對英國人都不敢吵 沒有吵過 喂 斷正嘛 怎麼吵啊 斷正了 好了 準備時間 另外 在美國 有一個女秀醫 第一天上班 看到有人帶了一個狗來 說不吞 一些東西 在肚子上 說情況非常嚴重 馬上叫狗 半條狗的命 X光檢查 發現他胃部 被異物堵塞 要進行緊急手術 誰知 在他胃裏面 竟然找了一條 Tea bag內褲 紅色的 嗯 我真的想說紅色 我不懂那條 狗狗的女主人 一見到那個Tea bag 立刻念不識大便 強引崩潰的悲傷情緒 和眼淚水 當然也充滿著憤怒 那跟他的反應呢 那個女秀醫 就說 都猜到 可能是男方出軌了 那女手衣就指我安慰對方 她說 很好歉發現你老公騙了你 其實我不知道 這是不是作故事來的 就是騙你 如果是 有件事 喂 你是不是很適合 這樣說這句話呢 嗯 即是你連少少面 都不給女主人 如果不是女主人呢 就算這樣 雙目含她也好 你都給她下台 就是 起碼 不要 讓她覺得 讓別人 一個獸醫都知道 她老公出軌 很沒面子的嘛 那 她說 第一天上班 她說 其他同事都沒有想過 會發生這樣的事 雖然事後 診所的人 都會拿這件事 來開玩笑 但是她都希望 女主人就順利離婚 喂 你還要順利離婚 你八姐姐 是不是都可以 首先要這樣說 我又不明白這隻狗 這麼奇怪 會吞到她的內褲 這麼笨的狗 是什麼狗 你說咬一下 那些東西不奇怪 你說整條內褲吞了下去 這麼笨的狗 我真的不肯醫了 叫她的主人 或者你養得那些狗 要教的嘛 我覺得狗 真的不會 牠咬爛爛去 就知道 哪些吃得不吃得 這麼傻的嗎 好 另外 這件事呢 又是奇怪的 但是 就不夠細節 說 南韓 有一個地區 散過去發生了一個奇妙的東西 一名車主 將她粉紅色的電動車 Tesla 停泊在卡帕 跟著又發現 有一個奇怪的男人 對著她這架 粉紅色的Tesla 又摸又石 甚至乎 和她紙膠 紙膠 紙 玩吊喉 不是 紙間 紙 手指的紙 尖 尖 尖 小狗 我就真的奇怪了 他 出了你手指 找你的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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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哪裡呢 就算找到頭 我也不會 沒什麼特別 不是尖 好了 這輛車是屬於他老婆的 他說他和丈夫一起在一個科目發文 他說18號就是做幾天 他老婆開車一輛Tesla 去到現代汽車店停車區之後離開 發現有個男人靠近他老婆的車 開始又摸又石 甚至乎指間 他三個小時沒有停過 直到老婆回來 那個男子才停止離開 他推斷是否粉紅色引起戀物癖的興趣 他老公說 其實現在在網上只是出篇文來發洩 沒有下一步可以做 因為沒有法律規管 老實說 你變客人就沒辦法 但駕駛車玩三個小時 你真是有女兒活色新鄉 女兒玩不到三個小時 有時候說 只玩對腳也玩一個小時 玩整晚 只玩對球也玩整晚 你嚇人了嗎 駕駛車也 駕駛車也 好了 駕駛吧 玩對腳也玩一個小時 看看照片 這輛是我的車 其實Tesla我已經不喜歡 粉紅色和古靈星怪 下一張 這一張是重要的 在那輛車的倒影 駕駛車的倒影 看到了 他真是 吵了你 車也會親 他親 他親他的車門的手 玩 你是否可以懷疑他 是否想親你老婆婆 覺得他幻想 正如我問那些網友 如果你看到心裡條女兒的老弟 會不會親他 網友十個有九個都說會 另一手是否要親他 洗車嗎 還是找口水 時間還是在玩那條鷹 即是 坐那條鷹才吵 這樣 OK 扁坦的人 在在都市 休息一會 休息一會